嗨,今天做便携版的布里奥斯面包 我会把详细步骤和包装注意事项一一说明 新手非常友好 远途也不怕颠簸 户外浇油都可以带上 很牢固的,不会弄脏背包 首先我把方子先贴上,方便大家截图 然后这里是面包面团的所有材料 面团很简单 这一大堆是先放 黄油呢是最后再放 好了,我们先把除黄油以外的所有材料倒进厨师机里面 低速把它混匀,大概是1-2档 因为如果上来就高速搅拌 会把面粉扬得满天都是 搅成团后,再开高速来揉面 我用的是5-6档,一共揉了10分钟 10分钟后,在面团有筋性的时候放入黄油 再次开启厨师机,依然是高速5-6档揉20分钟 就可以到这种非常光滑的状态了 把它团成一个面团,放入容器中发酵到两倍大 一定要盖盖子防止表皮风干 等待发酵的时候,做面包表面的脆皮 也非常简单,准备上面的材料 上次有很多人问没有杏仁粉行不行 我的建议是不行,也别找别的替代 这个酥皮最灵魂的风味就是杏仁粉了 就类似于马卡龙和达克瓦兹的那种脆壳口感 都是杏仁粉的功劳 然后鸡蛋分离蛋清和蛋黄 蛋清的部分加入砂糖先打发到发白起泡泡就可以了 再把脆皮剩下的所有材料倒进去 继续搅匀到视频的状态 然后放入表花袋,冰箱冷藏备用 这时候看一下面团已经是刚才的两倍了 取出来排气,也就是把面团按扁 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然后分成12份,每份大约50克 小剂子继续按扁,然后用手拉着它的边缘往中心拽 慢慢的它就可以团成一个比较圆的形状 这样一层层叠收是为了增加它烤好后内部的层数 所以不可以直接把剂子揉成圆形 必须要有这种从平面到立体的翻叠动作 然后反过来用掌根收一下底部 让它更圆一点 所有的小剂子操作好之后 把它们表面涂上刚才剩下的蛋黄 然后用力摁到坚果碎上面 放入模具里 最后把脆皮里面挤上去 公指就是多挤一点 每一个坚果都要盖到 然后拿到烤箱50度发酵20分钟 这次发酵不用盖盖子 也不用往烤箱里放水 因为脆皮里面在上面正好可以防止表皮风干 发酵好之后 烤箱180度烤20分钟 取出来放凉就可以了 里面加鲜的奶油 要先用50克的奶油融化50克的黑巧 到这种巧克力酱的状态 这时候它还有点热 需要放置到常温再用 150克的冷糖奶油 倒入刚才的巧克力甘纳许 20克砂糖 打发到7分的状态 用筷子把面包戳一个洞 最好是把里面多倒过一会儿 它的内部是有韧劲的 不会被搅碎 然后把奶油挤进去 就完成了 打包的时候 直接买这种一次性纸杯的塑料盒子 把面包卡在小的那一头 大的那头正好可以保护住它的蘑菇头 非常完美的搭配 而且它的卡扣很紧 这样我们出门浇油 放紧背包 也不怕它被晃出来弄脏其他的东西 这期就到这儿了 拜拜